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柠檬可乐鸡翅 这道菜非常非常的简便 只是吃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它的鸡皮 吃上去感到太绵 那么我们就要多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 首先可乐打开 让它漆先跑掉一点 然后我们只需要150cc 大约是一杯左右的可乐 切开半个柠檬 放进可乐 鸡翅中间划一刀 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把水煮上了 准备滚鸡翅 水开 水开了鸡翅放入 水再开 让它大约再滚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倒出来清水冲洗了 好多人都会给它冰水泡一下 然后就放可乐里煮了 冰水泡一下呢 这个皮是一下子会收紧 特别是做白斩鸡 你一定要给它在冰水里间隙性的 反反反复复的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个几下 那个皮好就会变得很干爽 口感真的是差很多 但是我们做这款鸡翅还要在可乐里煮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方法就不太起作用了 那要让皮肉紧致久煮不烂就要给它先烤一下 或者说先煎一下 放一丁点油不能干烤 否则鸡皮破了就不好看了 一面煎好翻面 这一面就不用担心了 鸡皮上的油已经出来一些了 烤了几分钟后 两面都有点黄黄了 我们就可以下柠檬可乐了 柠檬可乐下 然后放生抽 两个tablespoon 老抽一个tablespoon 让它颜色深一点 让它煮个20分钟左右 那个火呢稍微大一些 不要转得太小 让可乐蒸发掉一点 要不然的话20分钟以后 它好多水 20分钟到了 我们就开盖 转大火 把上面的柠檬先挑出来 让它收汁 鸡翅你可以早早的拿出来 也可以晚一点 等汁收的差不多了 再一起出盘 大约5分钟这样 收的很浓稠了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有空你不妨试试看 这样的做法 你是不是喜欢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